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珍宝阁出大事了 大唐大冯总和华生小冯总都要卖好 团队下一步该何去博总 兄弟们 珍宝阁服战队出大事了 团队突然招大唐和华生 原来的大唐大冯总和华生小冯总要对外卖好 并且是只打包卖不拆 2024年2月底 大冯总的大唐号离开紫禁城 正式转到了珍宝阁服务器 在三物退出珍宝阁之后 他成为了团队的主力大唐 就在前不久 大冯总还以145个的天价 买下了全服第一物报男一 将自己的号打造成一个纯物保留的大唐 大冯总的号明明还在不断更新 不然间宣布要卖号 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 去年4月份 小冯总从神豪F的手中 买下了珍宝阁的华生号 他接手的时候那个华生号有29个五神剑 在拿下30罐之后 小冯总的华生号领到了星空穷起 伦所周知 珍宝阁大小冯总是现实力的亲兄弟 小冯总和大冯总共进退 也是人之常情 大冯总加盟珍宝阁之后 他的第一次首秀出现在了2024年冠军杯当中 珍宝阁当时的对手是指定成 最终他们输掉比赛拿下了一个亚军 今年4月份的服战 是珍宝阁调整之后第一次以完整体征战武神坛 最终他们拿下了服战季军 5月份珍宝阁卷土重来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 以一波九连胜的战绩强势夺冠 拿下了2024年首冠 此外 在大冯总加盟珍宝阁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还两次杀进了群雄总决赛 第一届决赛中他们判输给了屈副孔庙 第二决赛中则是输给了屈副孔庙 最终他们在两届群雄当中都拿下了亚军 大唐和华生两个位置 对于一个服战队来说至关重要 珍宝阁会如何解决这一次的危机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